消防局在2點20分接獲報案 報案的人講說他在民友這邊的海堤 看到有兩位小孩在海上載服載城 新秀分隊派遣先派遣一車兩人 攜帶水域器材穿著水域救生裝備來現場 到現場發現兩位小孩在距岸邊 大概30到40米的地方漂浮 我們評估現場浪高大概3到4米 現場的船艇都沒辦法靠近 所以我們立即聯絡空勤總隊請求直升機調跨 海巡到場之後他們也協調周圍的漁船 看能不能嘗試接近先行救援 大概2點57分的時候 漁船接觸到兩名溺水的小朋友 3點03分左右把他拉上來 那現在漁船我們在嘗試取得聯繫 然後等他靠岸之後由救護車後送 那邊就沒看到 分手放內衣